您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紅樹林小小主播新聞 我是林立修 在淡水中山國小 有來自外商美隔風公司的員工 帶來了許多有關於服裝的有趣體驗 包括穿著彩繪設計、服裝走秀以及羊毛磚 現場許多公司的員工以一對一的方式 教導學生如何創作 讓學生發揮創意 為了讓偏鄉的國小學生能夠有更多的創意 與藝術的學習課程 近幾年教育部出了推廣藝術生根 以及實驗性課程 今天在淡水中山國小 更來了一大群身穿白色T恤 上頭寫著MGF字樣的大哥哥與大姐姐們 他們其實是來自外商美隔風公司的員工 以維多利亞的秘密為前身的美隔風公司 在台灣經營服飾設計貿易 因此今天也帶來了許多有關服裝的有趣體驗 鄉下地區的學校比較少接觸的 那外商呢透過這個機會來進行社會公益的一個服務工作 這一次呢我們帶來全校參與 包括老師學生以及家長大概有將近80位 已經遠遠超過我們學校的一個總人數 我想這個是對他們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體驗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課程的一個發展的模式 能夠把我們的專業然後帶到這個學校 讓小朋友從小就培養他們的藝術的一些氣質 還有從小發現他們的一些潛能潛在的一些能力 然後進而等到他們長大學成了以後 能夠對社會有所貢獻 校長表是今天參與課程的不只是在校的60多位學生 還有家長以及老師都一起來參加這特別的服裝派對 雖然說是讓學生上課 但是以趣味的方式更可以讓孩子學習到更多 而每個封公司表示 今天所舉辦的活動分成三個部分 包括了穿著彩繪設計 服裝走秀以及牙毛沾 現場還有許多的員工以一對一的方式 教導學生如何製作 讓學生發揮創意 今天做牙毛沾 怎麼做啊 把自己想要的圖案鋪在墊子上面 然後先噴泡泡水 然後把它捲起來一直揉一直揉 那你覺得做這個感覺怎麼樣 很好玩 會這麼好嗎 可以做出自己喜歡的圖案也可以帶回家 在這一場的體驗課程當中 來自外商美格峰公司的員工 每一個都相當的細心為學生打造良生訂做的服裝進行走秀 雙方表示現在有許多的偏鄉學校 學生人數越來越少 資源也相對減少 因此才會希望與企業界合作 引進教育資源 讓企業善盡社會責任 更讓學生體驗到不一樣的課程 記者是端易彈水採訪報導